美国国会两院两党议员 参议员罗森和参议员朗兹 众议员加拉格尔跟众议员胡拉罕 共同提出台湾网路安全任性法案 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 扩大和台湾的网路安全合作 帮助台湾反制中国的网路威胁 台湾网路安全任性法案 授权美国国防部长和台湾 进行网路安全训练演习 保护台湾的军事网路基础设施和系统 利用美国的网路安全技术协助捍卫台湾 并且根除针对台湾的恶意网路活动 众院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表示 中共已经在网路空间对台湾发动攻击 包括影响力操作和直接锁定 关键的军事或公共基础建设 他也引用台湾政府的估计表示 在2019年中国每个月 对台湾发动2000万到4000万次的网路攻击 而部分手段之后也用来对付美国 因此警告如果习近平决定对台动武行动的一部分 将包括对美国发动网路攻击 像是电网水源和通讯等基础设施 TVBS新闻黄冲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